当时最近消息 伊拉克穆斯林迎接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载生节 但首都巴格达州区却发生了炸弹攻击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爆炸发生在一座繁忙的市场 当时挤满了购物民众 路旁的爆裂户遭到引爆 造成30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受伤 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犯案 不过恐怖组织ISIS 过去在同一个地区宣称犯下过多起类似的攻击 而这也是巴格达东郊 今年以来第三次在人潮众多的市场 发生爆炸的攻击事件